原年97 歲的賭王何鴻生 日前突然被傳出病危消息 要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連日來各房的家人都有去到醫院探病 二房的何又龍 這日4點多就來到醫院 但對於記者的提問就沒有回應 而掌房的何超雄 和掌房孫女何家文、何家驊 還有二房的何超霞和何超鳳 都有來探賭王 至於一直未有現身醫院 被視為賭王接班人的二房大女何超瓶 今晚終於第一次露面 神情輕鬆的超瓶 還向記者透露爸爸的情況 趕回香港 說了 記得不可以 先說兩句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拍照 我一直在拍照 現在是在河山城住 沒問題 她本來也住在這裡 哦 為什麼有些事 因為你們傳 沒有人有傳染 沒有人有傳染 沒必要有傳染 沒必要有傳染 是啊 是啊 那什麼時候可以出現呢 她暫時一直 這個時間都是住在這裡 因為她有需要 因為她有需要 一個新制紀查 還有一個 filho… 是啊 Baş眼看 中文